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去哪儿了 哥 我刚抓了两条蛇 你要吃吗 不吃 你和人打架了 怎么一身伤啊 没有 没有 树枝瓜的 说 我去了侯山禁地和不认识的大叔打了一架 救命啊 打人啦 金婶婶 救命啊 你 怎么了 怎么了 金婶婶 王爷 这好端端的 怎么又要打小王爷呀 你自己问他去了哪里 去哪里 医护院吗 都这么大了 去一去又怎么了 不哭了 不哭了啊 我吓回婶婶 我陪你去 好端端的 你跑去禁地做什么 我又不是存心去闯 在侯山看到一条欺不清 我就追了过去 也没注意到已经到了禁地 后来他突然冲出来 不分青红造白被要出张 我情急之下挡了一掌 然后就跑了 难道我将他打伤了 不应该啊 就一掌而已 你可知他是什么人 原来你们说的是后山那个人哪 他原是中原武林的高手 叫图不见 也不知是什么元元 有一天哪 突然便闯进府里来了 说要将三王妃带走 还好着要跟王爷比武呢 于是老王爷就将他囚禁在后山了 如今也有个十多年了吧 三姨母 这说来也怪了 老王爷也没安排人守着 他却真的在这后山树下呀 一待就是这么多年 一步也没有离开过 还能为什么 多半又是被父王坑了 射弟年幼无礼 方才冒犯大师了 对不住啊 去问问你爹 何时才能为人解药 将老子放出去 解药 我不与你这小崽子说话 去将你爹找来 家父已经过世多年 死了 方才前辈说中了毒 你爹当真已经死了 欠真万确 不过说起中毒 家父临终前确实有吩咐 看来就是留给前辈的了 这便是解药 多谢先知 前辈不必客气 不知三王妃人在何处 我想与她道个别 三姨母也病逝了 病逝了 那她儿子呢小雨呢 小雨早些年 便去了蜀中追隐宫 回西南后就成了亲 前几日 刚做了父亲 也好 我还有一事不明 不知我先前所中的 是何歧毒 为何必须待在那棵 红雷树下方可保命 七叶海棠 多谢告知 告辞了 前辈慢走 她 当真中毒了 当然没有 骗她的 那 你给她的解药呢 面丸子 府里为马用的 我还当禁帝是有多神秘 父王也真是的 就为了这种理由 把人灌了十多年 进江文学城 雨孝蓝山原作 猫儿FM 北斗企鹅工作室出品 帝王攻略 第四集 小雨回来了 这 你背的这是谁啊 是我从后山林子里救来的 被老虎追得浑身是伤 我看她抱着孩子 总不能扔在路边不管 所以就带回来了 西南王府的后山里 到底还藏了多少人呢 先带到客房吧 找大夫替她治伤 我来吧我来吧 你一个撑了家的也不方便 被媳妇看到了就不好了 我帮你带他们过去 我将人带回来 没事吧 这是你的家 带人回来算什么 拆房子都行 大哥 好热 离开追隐宫有些日子了 我想回去 我心不在此 强留下来也不快活 看看还是留不住我了 兄友帝公什么的 也不见得一定要强求这一时 对吧 罢了 在我闭关的这些日子里 辛苦你和弟妹照顾姚儿了 追隐宫距离西南府不算远 以后若是有时间 我和花唐会经常带着儿子回来 还有天辰沙我也会帮你找 好 若曦 那我去收拾一下 准备妥当便告辞了 瞒师父也保重 一路珍重啊 刚才你不是急冲冲要出门吗 又需要大主天子啊 收到暗探的现报 有点情况 我打算去王城看看 哪个暗探送的过时消息啊 这小皇里可是一刻没闲 现在他人已经在大眼城了 皇上夜深了 您早些休息吧 四喜 你听说过肥缅国吗 略有耳闻 据说神秘得很 全国上下都住在林子沼泽里 没人见过 哪里会有这样的国家 若是当真让百姓住在沼泽里 只怕三天就会亡国 说得是呢 皇上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没什么 你先下去吧 你先下去吧 是 老奴告退 朱沙姑娘 朕有些事情想要向你讨教 皇上请说 姑娘既是大漠游依 精通巫毒之法 不知可听过精残谢 听是听过 却不算熟 也没见过 无妨 把知道的说出来便是 金蚕县是苗疆毒物 狡猾至极 一旦钻入血脉 便很难再将其处去 每年醒一回 喝饱了血便会继续沉睡 而一旦其苏醒 重骨之人便如同万一世心 生不如死 每年醒一回 是 若不管不顾 只怕没人能撑得过二十年 皇上为何突然问这个 可有药能解 据说 天尘莎能解金蚕县 不过 我连金蚕县都没见过 就更不知天尘莎在何处了 皇上若是还想知道更多 叶谷主或许能帮什么 若是连他都不知道 就只能去西南王府跟我看了 毕竟是南边才有的东西 若是连西南王府都无计可施呢 那就只有 再往南找了 我曾听族里的老人说过 在楚国以南 有个肥免国 又称为巫国 本就擅长这种毒物 应该会有帮助 肥免国 多谢姑娘 西南王当真如此喜欢翻窗 已经很晚了 怎么还不睡啊 等你 等我 怎么 只许你派人监视朕 不准朕 也在西南府安插眼线 那本王此番回去之后 可要全力彻查一番 看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胆 好端端的 怎么突然来这大雁城啊 这大雁城 隶属紫云州 山林茂密 珍稀木材多 木匠也多 即使一把普普通通的梨花木椅 只要说是产自大雁城 若是放在王城商铺里 这价钱 也能高上至少三成 所以 这里可不单单只是造些板凳桌椅 暗器木剑玲珑塔 那些坐在巷道里闲化家常的老人 说不定 哪个就是机关高手 据说那座叫九旋鸡的机关塔 图纸也是出自这里 略有耳闻 我只知道 制造九旋鸡的工匠 名叫木痴老人 却不知 原是来自大雁城的 朕此行就是为了他 你可听过天叉教 教主名叫兰基 还曾经来抓过姚儿 抓姚儿 对啊 兰基大概是 听信了我师父故意散播的胡言乱语 认为姚儿练了菩提心经 要抓他回去帮自己提升工体 前些日子 朕接到消息 说木痴老人已经回到了大雁城 所以才会借着查证的由头来赐 只是没想到 天叉教先行一步 将人绑走了 哼 兰基绑了木痴老人 我还当魔教妖女 只会绑年轻力壮的英俊男子 年轻力壮的英俊男子 别这么看我 兰基可没绑过我 为何想找木痴老人 是要知道暗器 还是宫里有机关要解 此事就与段王无关了 朕几日前已经派人去天叉教附近打探消息 想来很快就会有回话 万一西南府能帮上忙呢 若是真想帮朕 那以后便离天叉教远一些 怕本王得邀你绑走啊 这点心能吃吗 哼 有毒 有些甜 想来你不会喜欢 很饿吗 不眠不休 赶了三天的路 你说呢 那我叫四喜传些宵夜 不用了 我 我要去屏风后边 传 皇上 属下今日收到消息 这紫云州的知府徐之秋 似乎与天叉教暗中有牵连 有什么证据 属下在徐府书房的火盆中 找到这半封被烧毁的心寒 落款天叉教 看不出是何内容 也不知是否为他人伪造 算不得证据确准 这是皇上吩咐过 亦有任何蛛丝马迹 都要即刻来报 古不敢懈怠 如今知府衙门四周 都是大内高手 城门口亦有人暗中把守 继续盯着 再有消息 即刻来报 是 是 要我去盯着徐府吗 朕这次带的人足够多 不必 嗯 也好 段王打算 何时回去 兰姬做事邪门也很惯了 城中既有危险 本王自然要留下 嗯 朕会怕区区一个妖女 嗯 楚皇自然不怕 是本王怕 什么势力 自行 皇上 是承熙的膳堂失火了 火势极大 那里面可都是老人哪 失火 好 带路 朕过去看看 皇上 皇上 火事如何呢 回皇上 膳堂里住着的都是些年日古稀的公寡老人 大梁下压着不少尸首 各个面目全非 具体人数 要等里头温度降下了一些 方能一一查验 相关失职 还请皇上恕罪 此事交由相统领负责 徐大人就不必插手了 是是是 皇上 除善堂之外 隔壁的民房也均是木宅 但所幸受牵连的不多 仅有隔壁半间偏房被分毁 只有半间失火 是 受牵连的百姓 也务必好好安顿 天亮之后 将相亲上报回朕 是 属下明白 如何了 有人存心为之 徐志秋应该也能看出端倪 否则不会惊慌至此 为何如此确定 这里本来就是木宅子 烧起来的话 谁也拦不住的 可正因为是木宅 所以在修建时才尤为注意水龙的位置 一面失火 善堂隔壁的房屋也是木建 却只是焚毁了半间偏房 只有被人浇上了火油 才会烧起来那般不受控 对着一群孤寡老人 若当真如此狠毒 可算是丧尽天良 相列原本在大理寺任职 查案应该难不住他 看来 这城中古怪颇多 怕是要待一阵子了 天都快亮了 歇息一阵子吧 就算是要去府衙 也不能不眠不休啊 会不会是天叉教 按照魔教的行事作风 倒是有可能 但明知道你在这里 还要存心触怒天威 目的是什么 震慑徐之秋 或者 干脆是为了给震一个下马威 震慑之府倒也想不通 不过若说是冲着你 兰姬应当不会如此不知死活 只是一个小小魔教 犯不着给自己惹麻烦 你对她很了解 四五十岁 当我娘的够了 不如这样 我去治府衙门里看看 说不定会有发现 也好 好 劳烦你跑一趟 好 劳烦你跑一趟 徐大人这事 在急什么呀 四处都是暗阁 倒真是个藏东西的好地方 一个知府 又勾结江湖蛮派 能藏什么事 什么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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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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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